这时候 一对警察突然冲了进来 为首的是一个胖胖的警官 爱德华警长 多米尼克警官进了个礼 身体力的匕首 警长点了点头 黑着脸问 发生了什么事 是这样的 多米尼克思考着怎么汇报 可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实在匪夷所思 他斟酌了半天 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大堆 总算把事情说清楚了 吸血鬼 爱德华的脸更黑了 怒冲冲地说 我让你出来调查人口失踪的案子 你以为把事情 推到吸血鬼身上 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 真是可笑 可笑至极 你这头蠢猪 变这种谎言 只会显得你无能 警长 您不信的话 可以下去看看 地下室里有很多铁笼子 人都在里面关着呢 多米尼克说 行了 我会派人去看的 现在 把这些人都给我带回局里去路口供 包括你 多米尼克 你也要接受调查 守到事情查清楚为止 爱德华气呼呼地说 可是 多米尼克还想反驳 却几近被旁边的警察下了枪 警长 这不公平 是的 这不公平 但这世界上哪来的他妈的公平 警长怒气未消 发着牢骚 多米尼克 你给我记住 有些话最好不要乱说 尤其是布拉索夫 你不知道 我们市政厅的 那些老爷们 有多喜欢吸血鬼 你如果敢败坏吸血鬼的名声 他们会吃了你的 但我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 总不可能变成假的 多米尼克坚持道 哦是的 是的 真相不会变成假的 但你说的话 没有人会相信 连鬼都不会信 走吧 和你这几位新认识的朋友 一起回去吧 你们可以在路上穿供 但一回到局里 你们就再没有机会了 好好想想 该说些什么 警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带了几个手下 往地下室走去 剩下的人负责押解 多米尼克等人一起回警局 多米尼克抱歉地 看了一眼陈文学等人 正想说点什么 忽然发现少了一个人 刚才明明是西个 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 他朝西处张望 一个人影都没有 陈文学朝他笑道 多米尼克警官 我们跟你回去路口供 做你的证人 不过你的警长大人 既然允许我们穿供 那我们在路上 就好好研究一下 怎么说吧 当他们被押往警察局的时候 李牧尘几近到了 西十公里外的森林里 这里离布拉索夫市区更远 比德古拉城堡 所在的地方更荒凉 到处都是粗壮的树木和藤蔓 满地杂草 几乎没有路 可就是在这样的森林里 有一座古老的城堡 规模比德古拉城堡要小很多 看上去甚至有些破败 但李牧尘一眼就知道 这一定就是德古拉的老巢 也就是黑衣人所说的布拉德堡了 布拉德 Blood 这才是真正的吸血鬼城堡 李牧尘一个人走 是因为一个人更快 德古拉城堡地下室 那个吸血鬼等级不低 他死了 血族一定会得到消息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德古拉和莉莉斯 另外 李牧尘发现那个 爱德华警长有问题 城堡管理员安东尼 曾对多米尼克提起过警长 爱德华这么快赶来 很可能是安东尼报了信 另外 他在听到吸血鬼后的反应 很不正常 这家伙 就算和德古拉不是一伙的 也一定知道点什么 所以他临走前给陈文学传音 让他盯住这个爱德华 陈文学加上乔伊斯 两个人配合起来的实力 在布拉索夫这种地方 应该足以应对一般危险 真要出了什么事 李牧尘也能及时赶过去 森林下的古堡 显得有些阴森 地上很潮湿 藤蔓和杂草 淹没了原本的小鹿和门飞 看上去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但这假象 能骗过普通人 根本骗不过李牧尘 李牧尘一闪身 就已经出现在了 城堡二楼的房间 房间里光线昏暗 一个臃肿老态的老者 坐在一张样式古早的橡木椅子里 半闭着眼睛 椅子的扶手边放着一根拐棍 窗前半开 一片薄薄的阳光透进来 落进他脸上 那深浅不一的皱纹里 再也爬不出来 李牧尘的出现 让老人脸上危险压抑 不过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你来了 他靠在椅子里 轻轻点头 伸手拿起旁边的拐棍 指了指斜对面的椅子 坐吧 这里只有我一个老人 就不给你泡咖啡了 你如果渴的话 那边柜子里有葡萄酒 你知道我要来 李牧尘没有做 我知道 只是没想到 你来得这么快 德古拉伯爵的声音略显疲惫 杜克不听我的劝告 自食其果 并且给我们血族带来了灾难 你觉得 我来是因为杜克的问题吗 难道不是吗 你拥有接近神明的力量 杜克得罪了你 你迁怒于整个血族 降下审法 这很正常 我如果拥有你那样的力量 我也会这么做 呵呵 你太高看我了 也高看了你自己 我不是神 不会迁怒于人 更不会随便给哪个种族 施加诅咒惩罚 至于你 李牧尘冷笑一声 还没有让我专程跑一趟的资格 德古拉脸上闪过一丝愤怒 褶皱的皮肤不可察觉地扭曲了一下 阳光就从皱纹里流淌出来 掩盖了他的不快 那你来干什么 莉莉丝在哪 莉莉丝 德古拉露出一丝笑容 她是个好女孩 可怜又可爱 我把她当亲孙女一样看 不要顾左右而言她了 我的耐心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你不说 我一样可以找到她 但那时候 你就要考虑考虑 你自己 以及种族的命运了 谢谢你的忠告 我只是个老人 虽然我们常被称为不死族 但实际上 这世上根本没有不死的种族 因为种族都要繁衍 而繁衍就不能获得个体的长生 这是规则 在你们东方称之为天道 德古拉提到了天道 让李牧尘有点意外 繁衍而不死 这违背了神的意志 德古拉继续说道 所以 从来没有不死族 只有神明才能不死 每一个人都可以幻想成为神明 比如杜克 但我不能 我要守护我的种族 守护我的孩子 包括莉莉丝 我几经风竹残年 命不久矣 你要杀我 抬抬手而挤 死亡对我 不是恐惧 而是解脱 德古拉以一种 豁达和无畏的姿态 回应了李牧尘的死亡危险 李牧尘不置可否 淡淡地说 很好 希望你死的时候 不要恐惧 给你讲个故事吧 你也许会感兴趣 是关于莉莉丝的 德古拉停顿了一下 仿佛在等待李牧尘的回应 但可惜 他没有等到任何回应 他转过脸 看向李牧尘 发现这个年轻的东方人 浑身上下 从头到脚 都透着一种淡然 这种淡淡的 似乎对一切都不在乎 不关心的味道 让他很不舒服 明明是来求人的 真的一点都不着急吗 莉莉丝这个名字很特殊 继承于他的母亲 德古拉继续说着 他的母亲 又继承于他母亲的母亲 在古老的记载中 他本是一位美丽的天使 伴随在神的左右 但他受了魔鬼的引诱 为了永恒的生命 盗取了原初之血 他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但也受到了神的诅咒和惩罚 在风暴和噩梦中沉沦 唯有以他的血来偿还当初的罪 为了躲避神法 他来到人间 结婚生子 却从此诞生了一个种族 永生永世 世世代代 替他一起偿还这无尽的血债 说到这里 德古拉苍老的脸上 泛起一丝血气 变得愤怒起来 为什么 他质问道 前人之罪 要后人承担 为什么 天使之罪 要凡人承担 为什么 恶魔之罪 要无辜者承担 就因为血缘之轻 血脉相连吗 德古拉手里的拐棍 用力在地板上点了两下 发出沉闷的嘟嘟声 似乎想站起来 但不知 是身体过于肥胖 还是因为苍老无力 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唉 德古拉叹了一口气 我这一生 都在为种族摆脱原罪而努力 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 我加入了很多教会 叩拜神明 祈求获得神明的原谅 让我们重见阳光 可是最终并无什么结果 神明从不会轻易原谅人的罪过 哪怕罪不在我 他们并不需要公正 他们只需要用惩罚 来维持神明的权威 至于受罚者是谁 他们毫不关心 世间之神大抵如此 德古拉的声音慢慢放低 刚刚奋起的心气 又一瞬间失去了 我没有抵抗神明的能力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有罪者去承担罪过 以释放无罪的人 李牧尘微微皱眉 道 所以 你要把莉莉丝献祭给神明 这不是献祭 只是回归 德古拉说道 他本就属于神明 不属于人间 但你怎么保证 他会回到神明身边 而不是被恶魔带走 李牧尘问道 都一样 德古拉说 我们本无从分辨 谁是神 谁是魔 他只需要赎罪 而我们 需要解脱 谁是神 谁是魔 李牧尘叹了口气 这句话 让他久起平静的心 稍稍有了些波动 为了以一群人的解脱 就可以 让一个人去受罪吗 那么 你们又何尝不是魔呢 为什么不能呢 人类一手都在牺牲 和奉献中前进 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 就代表了正确 唯有牺牲 小部分人的利益 才能让社会进步 这是文明的逻辑 德古拉的语气中 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而有种社会学 专家般的傲慢 那么 为了所有正常的人类 除掉吸血鬼这个种族 是不是也符合文明的逻辑 李牧尘说 德古拉一愣 随即献出一丝怨恨 道 你们人类不一手 想这么做吗 否则我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所以你恨人类 你也不认同这种做法 你一手在自救 但一到利利斯的问题上 你就又马上认同了 这种做法 你这种人 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 你可真是 李牧尘摇了摇头 双标啊 利利斯的事情不一样 德古拉依旧十分傲慢 我们血足吸血 不是我们自己的错 就像狮子吃肉 与生俱来 而这一切的根源 正是利利斯 使她犯了天条 得罪了神明 她的罪过 凭什么要我们承担 难道我们不该反抗 不该自救吗 倒是你们人类 只会顺从命运 从来不敢反抗 还自以为过得很好 你说得对 我很欣赏你的变才 但可惜 这都不是你的真心话 如果你真敢反抗命运 反抗神明 你就不会向神明低头 更不会献祭利利斯 李牧尘看着德古拉冷笑起来 你根本不是在拯救血足 你是在和神明做交易 你所谋的 只是你的私利 你想要获得和神明一样的力量 想要永目在阳光里发号施令 而能帮你实现这些愿望的 只有利利斯 或者说 是原初之血 我说得对吧 德古拉肥胖的脸上 褶皱而下坠的皮肉 颤抖了一下 你不会理解的 你不会明白一个 被困在黑暗里几千年的种族内心 对光明的渴望 你不会知道 一个人在千年的时间里 被一次次打倒 又一次次爬起来的艰辛 利利斯在哪 李牧尘打断了她的话 提醒你一下 我只问这一遍 你不说 我不会再问 没有你 我一样可以找到利利斯 但你和你的种族 将会付出代价 德古拉的脸色 像暴雨即将来临的天空一样阴沉 代价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们沉沦在黑暗中太久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我老了 岁月会记载我的功勋 鲜血会记录我的荣耀 她抬起手里的拐杖 对准李牧尘 向李牧尘发起了攻击 整个房间里 突然弥漫起一股血雾 窗帘被染成了红色 窗外的阳光被遮挡 无数隐藏在暗处的幽灵般的影子 出现在血雾里 游荡着 张牙舞爪 李牧尘一挥手 一股清风吹过 血雾散尽 阳光重新从窗口照进来 照在德古拉臃肿的身体上 她的脸上和手上 泛起一层一层的水泡 溃烂 蒸发起淡淡的烟雾 伴随着刺鼻的气味 德古拉的身体迅速干瘪 很快就消散在阳光里 只剩下一身鼻挺的羊毛西装 留在椅子上 李牧尘微微皱眉 走进椅子 看了一眼那件西装上残留的血滴 冷笑道 这种小把戏 也想骗过我 说完便身形一闪 穿透地板和古堡厚厚的地基 来到了阴暗潮湿的地下 这里的地下室 比德古拉城堡的地下室 还要大上很多 空旷而结构复杂 犹如迷宫一般 并且还有法力屏障 在一定程度上 阻止神识的探查 但这根本难不倒李牧尘 他很快就找到了 真正的德古拉所在的房间 德古拉坐在椅子里 体态臃肿 和楼上那个血化身一模一样 只是精神没有那么苍老颓丧 在这阴暗的环境里 更显出几分阴质来 你真的超出我的想象 德古拉看见李牧尘出现在面前 有几分震惊 但并无巨异 你也超出我的想象 居然几经修出了分身 可惜 功夫不到家 还要借助一点真血 李牧尘说 德古拉自嘲的一笑 你知道 我修炼这一点真血分身 用了多久吗 五百年 整整五百年 李牧尘摇头叹息 分身是用来斩灭自身镊根的 不是用来骗人的 你从一开始 就修错了方向 哈哈哈哈 德古拉突然大笑 你是在教我修行吗 我承认 你是个天才 我调查过你 你在华夏和北美的世纪 我全都清楚 但你不要忘了 你们华夏有句古话 叫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你自出道以来 战无不胜 但你面对过几个真正的强者呢 我说你拥有接近神明的力量 那是吹捧你而己 事实是 人类 永远不可能拥有神明之力 而我 正在接近神明 德古拉的面容一速 拐杖在地上重重的一竹 发出堵的一声闷响 声音带着冲击波 向西州散去 西州那些由坚硬的岩石 构筑的厚厚的墙壁 全部碎裂 只剩下一根根的柱子 还支撑着这座古老的沉重的城堡 冲击波远去 整座地下城堡的全貌便露出来 犹如宫殿一般巨大恢弘 这座地宫 我经营了八百年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样貌 我不希望它毁于一旦 但如果 用来埋葬一个像你这样的对手 也算值了 李牧尘笑道 谢谢你看得起我 但我不需要坟墓 这里 还是留给你自己比较合适 德古拉冷笑一声 等一下 就没那么从容了 你以为我费了八百年功夫 只是在建一座城堡吗 不 这里血族的地宫是荣耀的归处 数万年来 我们最伟大的血族战士 都埋葬在此处 这里的每一根柱子 都代表一个战士的阴魂 所以 你要面对的不仅是我 还有整个血族的阴灵 以及尘埋 地下冻结极久的那些血液 现在 这些血液正在被解冻 阴灵正在醒来 一个新的血族即将诞生 德古拉的声音变得激昂 整个人都慷慨激动起来 李牧尘微微皱眉 你不是在献祭莉莉丝 你是在唤醒原初之血 德古拉大笑 哈哈 就算你知道了又怎样 反正你也逃不出去了 你不是想知道莉莉丝在哪吗 我告诉你吧 她在黑教堂 现在 她的血或许已经抽干了 陈文学 林天豪 以及乔伊斯 坐在布拉索夫警察局的一个房间里聊着天 一位漂亮的女警员 给他们泡了咖啡 虽然只是速容的 但在警局里 有这样的待遇 已经相当不错了 过了一会儿 多米尼克笑眯眯地推门进来 说 三位 非常抱歉 让你们久等了 你们也知道 公家办事 要按流程来 麻烦得很 陈文学说 没关系 能坐在布拉索夫的警局里 喝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我回去也可以 吹吹牛了 多米尼克坐下来 开始给他们录口供 口供自然是提前创好的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就不说 于是 事情的经过就变成了 英勇智慧的多米尼克警官 根据人口失踪案的线索 查到了德古拉城堡 在三名游客的帮助下 制斗吸血鬼 最终利用阳光消灭了他 陈文学问多米尼克 上面的人 没把我们当疯子吧 原本我也有此担心 不过我向上一汇报 你猜怎么着 多米尼克难掩兴奋之色 市政厅的领导一听说 真的有吸血鬼 高兴坏了 说这将给布拉索夫的发展 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副市长大人 已经在来警局的路上了 那你不是立了大功一件 马上要升职了吧 乔伊斯笑道 多米尼克说 都是靠你们帮忙 这功劳 你们占一大半 尤其是那位 他不知道李牧尘叫什么名字 按照他们商量好的口供 整个过程里 都没有这个人出现 便住口不言 只黑黑地笑着 只有林天豪 依然闷闷不乐 心里挂念着莉莉斯 根本笑不出来 陈文学看了他一眼说 老林 你别着急 要相信牧尘 他一定能找到德古拉 找到了德古拉 也就找到了莉莉斯 林天豪叹了口气说 我当然相信李公子 可是 可是我怕时间拖下去 莉莉斯万一 乔伊斯说 那个吸血鬼 好像说了个黑字 多米尼克警官 布拉索夫 有什么名字里 带黑字的地方吗 多米尼克猛地想起来 惊道 不会是黑教堂吧 黑教堂是什么 这是一座很古老的大教堂 也是一座神奇的教堂 大约三百多年前 布拉索夫发生了一场大暴动 全城都处于混乱之中 一些妇女和儿童 在教会的帮助下 躲进了教堂里 但是一场大火 吞噬了整座教堂 所有的木制结构建筑 都在那场大火中焚毁 只剩下被熏黑了的教堂的主体 处立在一片废墟之上 从此以后 他就被人们叫做 黑教堂 不就是被火熏黑了吗 休一休就好了 你不知道 这不是教堂唯一的火灾 在此后的数百年里 教堂又经历了数次火灾 每一次都把墙壁熏得更黑 而他的名字 不止因为他黑 还因为他的不祥 据说那些 在火灾中死去的灵魂 一手在教堂里飘荡 有人曾在夜里看见 教堂的大厅里聚满了人 说到这里的时候 多米尼克不禁觉得有些含义 作为一个警察 他曾对这些传闻嗤之以鼻 但今天经历了吸血鬼事件 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就在这时 刚才送咖啡的女警敲门进来说 多米尼克 警长回来了 还有市政厅的领导 多米尼克兴奋地站起来 我这就去见他 女警说 我看市政厅的领导 一手黑着脸 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警长的脸色也不好看 多米尼克 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多米尼克一愣 为什么 女警摇了摇头 这我就不知道了 多米尼克说 我去看看 总不会是那些 失踪的游客都死了吧 你说的没错 一个声音传来 伴随着凌乱的脚步声 警长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来 多米尼克 失踪的人都死了 你居然还编撰吸血鬼的故事 想要糊弄我和市长 我没有糊弄啊 多米尼克说 没有 那么 吸血鬼在哪 安东尼去哪了 你是怎么找到那些人的 多米尼克 我们都是警察 瞧瞧你这漏洞百出的报告 警长把手里的一份文件丢出来 你敢说 你没说谎 多米尼克微微懦懦 因为他的确说谎了 他正犹豫着 要不要把真相说出来的时候 爱德华警长突然说道 多米尼克 我现在怀疑你 和多起人口失踪死亡案有关 来人 把多米尼克和这三个人都抓起来 一群警察举起了枪 有人上前给吸个人上了手铐 警长 这是干什么 多米尼克惊问道 吸血鬼 警长冷笑起来 这世界上哪有吸血鬼 你当我和市政厅的领导 都和那些来参观吸血鬼城堡的游客一样 是傻子吗 多米尼克 别装了 案件就是你策划的 是吧 你利用职权组织并参与绑架游客 贩卖人体血液和器官 最后杀害人质 把责任推给莫须有的吸血鬼 证据确凿 现在对你正式实施逮捕 不 怎么会这样 警长 你听我说 多米尼克叫道 但是爱德华警长并不愿意听他说 看都不看他一眼 转身离去 警长 多米尼克大叫 别叫了 陈文学说 你还没明白吗 多米尼克 你的警长大人 和他们是一伙的 啊 和谁 多米尼克一愣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看着警长远去的背影 身上惊出了一身冷汗 走吧 别愣着了 多米尼克 听见身后有人说 他以为是同事 在催促他去接受审讯 可是突然想起 这好像是陈文学的声音 转身看时 愕然看见陈文学 正双手环抱胸前 笑嘻嘻地看着他 他才发现 他的同事们的脊筋 瘫软在地上 而陈文学 乔伊斯 和林天豪三人的手铐 不知何时 自己已经打开了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越狱了 越狱 不 不过 多米尼克拼命摇头 我不干 我是被冤枉的 只要我们实话实说 真相大白 他们会放了我们的 你还不明白吗 多米尼克 你的警长要你做替罪羊 你根本没有机会说出真相 他们也不会相信 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做罪犯 要么做逃犯 陈文学似乎一点也不着急 笑嘻嘻地看着多米尼克 多米尼克脸色惨白 他知道陈文学说的是真的 但要让他把自己变成逃犯 他又如何甘心 好了 走吧 陈文学上前手指 捏住他手上的手铐 轻轻一捏 手铐硬生而断 多米尼克 别幻想了 在找到你老板犯罪的证据之前 你是不可能回这里了 那我们去哪儿 黑教堂 你带路 随着德古拉的笑声 墙壁上 柱子上 地砖上 都浸出了血迹 血放着微微的红光 流动十分缓慢 但因为到处都是 很快整个地下宫殿里 就变成了一片血海 德古拉站在血的海洋中间 手里的拐棍 也变成了一根血管的模样 地下的血 从这根血管里 流向他的身体 接着 他的身体 便化成了一个血色的人形 吞噬吧 死亡 德古拉的声音 透过血液发出来 仿佛一个人闷在水缸里说话 沉闷而令人窒息 血浪向李牧尘涌来 李牧尘没有躲避 只是静静地看着 很快 血液漫过了他的身体 吞没了他 哈哈 德古拉轻蔑地笑起来 还以为你有多么强大 原来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哈哈 他的笑声突然戛然而止 因为他发现 看见血海中有一道红光 比周围的血色更鲜艳 德古拉感到呼吸凝滞 刚刚还源源不断输送到 他身体的能量正在减少 血气似乎都被那红光吸走 吸周的血正在凝固 颜色也变得暗淡 他疑惑地举起手里的血杖 发现血管中的血液几经干枯 血杖又变回了一根枯木 红光越来越耀眼 手道变成一个小小的太阳 跃出海面 血海瞬间干涸 德古拉举起手 企图挡住阳光 脸因痛苦而扭曲起来 红日猛然炸开 红光满事 一放而收 献出李牧城的身影 他还站在刚才的地方 好像根本就没有动过 唯一不同的是 德古拉看见他的眉心处 有一点红光闪烁 仿佛多了一只血之眼 他突然想起 一个在血族中流传的古老的传说 当神睁开第三只眼的时候 愤怒会烧干世间的血液 那将是血族的末日 不 不可能 德古拉拼命摇头 仿佛想要摆脱某个噩梦似的 脸上的坠肉 在不停晃动着 你究竟是谁 不可能 你只是一个东方术士 不可能 原初之血 明明在我们血族的血脉里 你身上为什么会闪现 原初的血光 他开始有点语无伦次 焦躁地用拐棍 在地上敲击着 原初之血吗 李牧尘眉间的红光隐去 低头微丝 想起了蜀山的血魔 隐隐之中 他感觉到了一丝异常的天机 有人在算计他 过去他知道有人在故意扰动天机 让他看不清 但这次 他清晰地感觉到了 呵呵 原来是这样 他抬起头 目光仿佛透过城堡厚厚的地板和穹顶 以及森林的雾气和天空的云层 看向了万里苍穹之上 德古拉一手在喃喃自语 这时猛然想起了什么 对 我明白了 你是贼 你们从圣光实验室偷走了黑火 也偷走了圣血 一定是这样 哈 哈 哈 一定是这样 但是没有用的 那只是用来实验的 血量远远不如我们血族万年的积累 我们拥有神的血脉 我才是神之子 你这个来自东方的窃贼 盗取了神明的血 我要判处你死刑 他突然举起手里的法杖 朝天一旨 大吼道 血族的战士们 为了我们举族的荣耀 出征吧 那些巨大的柱子 便发出了红光 每一根柱子里 都走出一只高大的吸血鬼来 这些吸血鬼 一个个轻面獠牙 面目猙獰 仿佛野兽 他们动作敏锐凶猛 身形一动 就几经移动到了下一个位置 李牧尘微微有些惊讶 倒不是这些恶鬼 有多强大 而是他们并不急着攻击 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 配合着整座城堡的布局 和城堡外的森林 借助地脉 组成了一座大镇 此镇暗合阴阳八卦之法 这绝对不是西洋的镇 李牧尘多少也接触 和了解过很多西洋教派 尤其这些年 和圣光会打交道 知道他们另有一套 他们的体系 绝不可能使用八卦理论来布镇 这镇法 是谁教你们的 他问道 德古拉金生笑起来 这是我们血族祖先 传下来的化血大镇 你从实验室 偷出来的原血 能破血海之潮 却破不了这化血大镇 你的血 终将融化在这里 不光是你 未来的大地都将被血海覆盖 李牧尘十分意外 德古拉看上去不像再说谎 也没有说谎的必要 问题是 这化血大镇 如果是血族祖先传下来的 又会是谁 和鼠山的血魔有关系吗 血族的战士们 杀了这个东方术士 留下他的血 把他的灵魂送去地狱吧 德古拉叫嚣道 那些恶鬼 便从西面八方朝 李牧尘扑来 同时伴随着阵法的变换 强大的地脉的力量 形成了一个能量的漩涡 定住了李牧尘 不自量炼 李牧尘一抬手 掌心黑莲绽放 一片黑火迸发开去 地脉之力散开 而那些吸血鬼 在黑火中 全都化成了灰烬 你 你 德古拉不敢置信地 看着这一切 他又想起了 那个古老的传说 当神睁开第三只眼 神的怒火 将烧干血管里的血液 血族的末日 即将来临 黑色的火焰 不正代表着愤怒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德古拉喃喃自语 过了片刻 又像疯子一样地笑起来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你休想得偿 我绝不会失败的 布拉得堡地下 庞大的宫殿里 出现了无数的人影 他们仿佛虚幻 幽暗的光线 穿透了他们的身体 但依然能看出 他们的样子 他们有年迈的长者 有年幼的孩子 有女人 有男人 但无论哪个 都瘦骨灵巡 弯腰驼背 长长细细的手臂 无力地下垂着 脚步迟缓而笨拙 仿佛饥荒中的人群 每迈出一步 都用尽了 平生最后的力气 李牧尘皱起了眉头 这些不是吸血鬼 而是被他们 吸干了血死去的人的灵魂 这么多人 在如此巨大的空间里 密密麻麻 重重叠叠 不知有几万 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人 如此庞大的冤魂数量 比起当初在荒泽 遇到的阴山派 其最可恶 更不知几倍了 哈哈哈哈 德古拉风笑着 我知道你很强 但再强的人也有弱点 我了解你们东方的修士 以替天行道为己任 看看这万千灵魂吧 他们的怨气无处发现 他们将向你所债 你若杀了他们 你将背负无尽的孽债和业力 而万劫不复 所以 你就成全他们吧 也算死得其所 符合了你们所谓的修行之道 哈哈哈哈 多米尼克不知道 自己是如何走出警局的 一切发生得太快 太突然 以至于他的思维 还没来得及跟上脚步 从警局的后墙跳出来 一切熟悉的支持和信任 都在身后瓦解 街道上行人匆匆 阳光照耀下的城市生活 与往昔无异 但他却从一个警察 变成了逃犯 多米尼克 感到自己像是一片落叶 被风吹出了熟悉的林间 落入了未知的土地 多米尼克 快走 你得带路 陈文学催促着 多米尼克麻木地 迈着双脚 穿过街道 拐弯走进小路 再回到大陆 从广场的边缘绕过 避开巡逻的警察 和可能认识他的人 以及散步 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摄像头 这一切都如此流畅自然 甚至没有动脑筋 就像一个惯犯 多米尼克 心里充满了沮丧 除了带着他们去黑教堂 他不知道 自己还能做什么 可是 黑教堂能帮他洗清冤屈吗 如果不能 为什么要去呢 当那些高耸的尖塔 和黑色的墙壁出现在眼前 多米尼克 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命运 黑色的深渊 黑教堂就像一位 默默助力在喧嚣城市里的 黑色巨人 举起手臂 守望天空 等待阳光照亮他的身体 然而 阳光也无法照亮 大火之后的焦黑 一如人类的智慧 无法探入历史的阴影 寻求真相 黑色实面 在不同角度 反射出淡淡的光泽 这座哥特式建筑的每一块石头 似乎都承载着故事 和超越时间的沉浸与力量 就是这里了 多米尼克说 陈文学抬头看了一眼 这么大 我还以为是座小教堂 教堂的大门紧闭着 以前都是开门的 游客很多 最近不知什么原因关闭了 可能是装修吧 多米尼克说 我们翻墙进去 乔伊斯说 陈文学摇头道 这种地方一定有机关的 牧尘不在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 多米尼克说 我去找管理员试试 我是警察 警局里的事 应该还没传到这里 说完 他就绕过正门和围墙 向旁边的小路走去 三个人在后面跟着 他们到了侧面小门 多米尼克敲了敲门 出来一个老头 多米尼克亮了警官正 说有公事要办 老头让他们等一下 转身进去打了个电话 然后把他们带进去 穿过狭长的壁廊和花园 来到了一间大厅 伊斯特万神父 这边有位警官 有公事找您 门房老头 对一位穿着黑袍的神父说 神父和爱德点了点头 好的 谢谢 老头退了出去 伊斯特万谦卑的 朝多米尼克警官笑笑 警官先生 请问有什么事 多米尼克感觉 伊斯特万特别慈悲可亲 他怀疑来黑教堂 是个错误的决定 那个吸血鬼说的黑 也许不是这里吗 但他现在几近是一名逃犯 没有回头路了 只能硬着头皮说 有嫌疑犯可能跑进了教堂 我们需要对这里进行搜查 神父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神父微笑着说 可以 请跟我进来 多米尼克没想到那么顺利 越发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 神父带着他们进了大厅 身后的门轻轻地关上了 大厅里的光线 立刻变得暗淡起来 多米尼克莫名有些紧张 神父转过身 看着他们笑道 好了 我现在配合你们 送你们去见上帝 说完 他的面容开始扭曲 身体膨胀 黑袍鼓起来 眼中闪耀着血红的光芒 多米尼克看见他的嘴里 伸出了尖利的獠牙 他正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只拳头从他身后伸出来 一拳砸在变身吸血鬼的 神父扭曲的脸上 神父飞出去 砰一声撞上墙壁 墙壁上的碧灯和装饰画 以及碎裂的大理石 哗啦啦掉下来 但是他很快站起来 舔了一下嘴角的血 露出一个邪性的笑容 忽然一闪身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快的速度 冲了过来 多米尼克根本来不及反应 好在陈文学一把将他拉到身后 然后一脚踢向吸血鬼 吸血鬼被再次踢飞出去 但这次 他显然几有所准备 在空中一闪 就突然消失了 只剩下一片血影 血影散开 如雨一般落下 地上的血迹里 涌现出许多浑身浴血的人形怪物 大厅里弥漫着血的腐败的味道 和浓郁的杀气 乔伊斯 这只吸血鬼 比德古拉城堡 那只厉害 咱们要小心了 陈文学说 乔伊斯点点头 按照李牧尘 指点他的道心为微 为经唯一的方法 把意念集中在体内 他看见了那根 几经不存在的虚幻的羽毛 在自己的身上 幻化出一对翅膀 在一轮明月的光里煽动 多米尼克没有看见翅膀 放出的白光 借光 陈文学喊了一声 身体贪婪地吸收着 这源源不断的能量 拳打脚踢 演练了一套古拳法 每一拳每一脚 都带着流光明艳 光艳扫过大厅 所有的怪物都被一扫而空 血光消散 吸血鬼的身影显露出来 他的獠牙断裂 脸上的皮肤裂开 血仿佛几经流干 像一张白化树皮 圣光 他的喉咙里冒出嘶哑的声音 眼里充满了惊恐和不解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说 莉莉丝在哪 陈文学晃了谎发光的拳头问道 可是 就在这时 大厅正中间墙上 那个巨大的十字架 突然发出了耀眼的白光 白光照亮了整个空间 不 吸血鬼的痛苦的声音响起 他举手挡在面前 企图挡住白光 但他的双手 很快在白光中融化 接着 他的脸和身体 也很快如火中的蜡像一般 瘫软溶解 消失在光里 十字架前 走出一个人来 因强光而无法看清他的样子 只能通过其窈窕的身影 判断是个女人 你们不是天使 为何能使用圣光 女人问道 阿加莎 乔伊斯听到声音 突然兴奋地叫起来 乔伊斯 十字架的光缓缓熄灭 阿加莎身穿洁白的长裙 如天使一般 站在残留的白色光影里 乔伊斯浑身颤抖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连双脚也不听使唤了 多少年了 他无时无刻不挂念着阿加莎 在圣光实验室如履薄冰 是为了他 偷盗黑火 是为了他 亡命天涯 是为了他 如今重返欧罗巴 也是为了他 当茉莉花城的圣光实验室 遭遇大火时 乔伊斯一度以为 再也见不到他了 有那么一刻 他万念俱灰 感到这些年的努力 都复之东流 活着几经 毫无意义 这次来布拉索夫 本是裴林天豪来找莉莉斯的 乔伊斯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阿加莎 这种突然的重逢 让他如坠梦境 他有点害怕 害怕一切都是虚幻 等到醒来 爱人将再次从眼前消失 但终究是 兴奋占据了所有 他亮亮呛呛 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阿加莎 我的爱人 我终于找到你了 乔伊斯双手 捧住阿加莎的肩膀 两个人的面孔 离得那样近 就像曾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把将他搂住 紧紧拥抱 阿加莎没有拒绝 但也没有乔伊斯 那样的兴奋 他只是微感惊讶地问 你怎么来了 乔伊斯说 我来救你 阿加莎 你知道吗 这些年 我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怎么 把你救出去 回到我们那个 温馨的小屋里 过回和过去一样的日子 那个小屋 阿加莎的眼里 闪过一丝 恍惚和怅然 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回不去了 乔伊斯 从我们加入 圣光会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几经 把一切都献给了神 这是我们共同的誓言 不是吗 乔伊斯 这才想起阿加莎早起 被太阳圣教会洗脑 并植入了信仰 他是不能背叛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是我着急了 不过你放心 很快 你就能得救了 黑火在李公子手里 等他来了 你就得救了 黑火 阿加莎仿佛明白了什么 乔伊斯 你盗走黑火 是为了我吗 当然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可是 你背叛了神 我不在乎 阿加莎 我只在乎你 乔伊斯深情地看着阿加莎 目光如蜜 一般庆出 你爱我吗 阿加莎问道 爱 我当然爱 我爱你爱得发疯 我可以为了你 付出一切 乔伊斯说 后面的陈文学 听不下去了 说 喂喂喂 你们能不能照顾 一下我和老林的感受 不要一见面 就撒狗粮啊 林天豪趁机问道 莉莉斯在不在这里 莉莉斯吗 他就在后面的楼里 从这里出去 穿过长廊 右手边的那个房间 阿加莎说 林天豪大喜 说了声谢谢 就拉着陈文学一起 往通向长廊的侧门跑去 陈文学总觉得有点不对 说 老林 等一下 我们是不是等乔伊斯一起去 林天豪早急等不及 说 人家久别重逢 咱们就不要当电灯炮了 陈文学想想也是 就让他们多腻歪一会儿吧 等腻歪够了 自然会找过来 便也不阻止 跟着林天豪一起出了门 沿着长廊往后走了 阿加莎 我真的太高兴了 乔伊斯还沉浸在中逢的狂喜中 热泪忍不住从湿润的眼角流出来 阿加莎伸出一只手 轻柔地俯过他的脸颊 抹去他眼角的泪 乔伊斯 你为什么会发光 我刚才看见你身上有圣光 是我看错了吗 还是 你得到了神的指引 我吗 乔伊斯得意地笑起来 因为我身上有圣光之雨啊 圣光之雨 阿加莎十分疑惑 乔伊斯 别骗我 只有天使才有羽毛 而圣光之雨 可是天使团的大天使们才能拥有的 是坠落人间的神意啊 我没有骗你 乔伊斯兴奋地说 是沙利叶 沙利叶死了 李公子拿到了他的羽毛 把他融进了我的体内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做到的 沙利叶 阿加莎的身体 轻轻一颤 阿加莎 你怎么了 乔伊斯关切地问道 哦 没什么 乔伊斯 你爱我吗 爱呀 你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小傻瓜 乔伊斯轻轻地抚摸阿加莎的头发 突然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 猛地松开双手 低头看去 一把匕首插在他的胸口 鲜血染红了衣服 还有那只握着刀柄的洁白的手 乔伊斯的五官因痛苦而扭曲 震惊地看着他的爱人 喂 什么 很感谢你爱我 我也曾经爱过你 但现在 我的爱 只属于神 阿加莎松开手 手掌在乔伊斯的肩上 轻轻一推 乔伊斯的身体向后仰去 手挺挺地摔倒在地板上 他抽出了几下 鲜血从嘴巴 鼻孔里冒出来 和胸前的血一起汇聚到地上 顺着地板向西周扩散 房间里 弥漫起了一股血气 西周的墙壁上 出现许多黑影 变成了一个个吸血鬼的模样 有的走着 有的爬着 有的匍匐着 嘴角递着贪婪的咸水 阿加莎平静地站着 看着他们 朝乔伊斯的尸体逼近 他伸出手 掌心献出一团白光 在身上俯过 沾惹的血迹 在光里湮灭消散 他的身体 又变得洁白无暇 他最后看了一眼 地上的乔伊斯 便毅然转身离去 走进了通向长廊的侧门 只留下乔伊斯的尸体 静静地躺在地上 睁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是精美的 圣母玛利亚的浮雕 他的怀里 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旁边站着他的丈夫约瑟 甜蜜 美好和神圣 充斥着穹顶 在他的下方 血气弥漫 一群吸血鬼 正在血色的掩护中 爬向刚刚死亡的尸体 世界总是如此 美丽是虚构的浮雕 而现实 却充满了丑陋与罪恶 吸血鬼们 爬上了乔伊斯的身体 如一群猎狗 寻到了一头死去的公牛 它们疯狂而贪婪地 吸食着新鲜的血液 那些爬得慢的 弱小的 只能在远处 舔尸着地板 阿加莎的身影 早已消失在门后的 长廊的尽头 如果他走得慢一点 或者他内心里 哪怕对乔伊斯 多那么一点点的怀念和怜惜 让他多看一眼 那么他就能看到 在血液流逝的同时 乔伊斯的身体正在发光 黑教堂的中厅里 几十只吸血鬼 啃食乔伊斯尸体的场景 纵然可不 但和布拉德堡的 地下宫殿里的 万千怨灵比起来 就不值一提了 此时的李牧尘 就置身在这万千怨灵中间 德古拉伯爵的笑声 还在昏暗的 地下宫殿里回荡 感受到他们的怨气了吗 是的 他们的恨意铺天盖地 他们憎恨任何 有生命的东西 因为他们自己死了 人类就是这样 他们不会去恨 真正残害他们 压迫他们的人 只会去恨 和他们同样可怜 但比他们过得好的人 我们吸干了他们的血 但他们不会恨我们 他们不会恨神 也不敢恨神 他们只会恨那些 还活着的人 比如你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而是他们 所以 他们会向你索命 啊 你可以杀光他们 让这些怨灵 从此在世间消失 但是这些怨气 这些恨意 就要你来背负了 你会面临天道的惩罚 无边的雷杰在等待着你 或许现在就会降下 当然 你也可以打开一个缺口 把他们放出去 外面有更多的生灵 可以引走他们的怨恨 布拉索夫的西十万人 会被他们撕成碎片 然后又增加了西十万 充满怨气的恶灵 哈哈哈哈 德古拉看着李牧尘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仿佛陷入两难的样子 感到十分满意 在地宫里那张扶手上 雕刻着蛇和蝙蝠的 华丽的椅子上坐下来 仿佛王者的加冕 再过一会儿 黑教堂的仪式即将完成 血族将得到救赎 我们会重回神的身边 而你 则将万劫不复 是吗 你们血族能不能得到救赎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打赌 你是得不到救赎的 李牧尘冷冷地说 德古拉一愣 不觉皱起了眉头 他不知道 李牧尘哪里来的自信 为什么到现在还如此平静 不应该是惊慌失措 左右为难吗 哼 我看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些亡灵里脱身 杀光他们 然后自己在天道的惩罚中 万劫不复吗 不需要 我不修天道 只修我自己 他们是生 是死 是怨恨 还是感恩 都与我无关 不过吗 李牧尘微微一笑 我可以把天道之力引过来 你们血族残害了那么多生灵 应该承受天道万劫的是你们啊 德古拉一脸的轻蔑 别逞能了 你们这些东方术士 也只会在嘴上逞能 引天道之力过来 笑死 这里是布拉索夫 在欧罗巴的土地上 你们的天道 不灵的 我们有我们的神 是吗 那就看看 你们的神会不会保佑你吧 李牧尘说完 单手举过头顶 掌心向天 仿佛在托举什么 又仿佛要抓住什么 德古拉像看笑话一样看着他 等了半天 什么也没有发生 便笑道 别演了 这里不是舞台 可是就在这时 他发现了异常 那些怨灵 原本如潮水一般 涌向李牧尘 只是被李牧尘自身的法力场挡住 他们不停地冲击着 源源不断 只要李牧尘的法力一耗尽 他们就会扑上去 把他的肉身吸干 灵魂撕碎 但现在 这万千怨灵突然变得呆滞 就像机器人突然没电了 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而德古拉发现 那庞大的怨念正在散去 不是消失 而是被一股奇怪的力量引导着 去往另一个空间 德古拉猛然惊觉 抬头向上看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他的目光透过头顶厚厚的岩石 和古老城堡的穹顶 看见天空布满了浓密的乌云 他听见布拉德堡周围的森林 正在狂风中乌液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力量 德古拉感觉到 一股强大而神秘的力量 正在形成 这力量不属于神明 至少不属于 他过去接触过的神明 你究竟做了什么 他把目光拉回到李牧尘身上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李牧尘没有回答他 只是举起的手掌轻轻一握 说了声 借道 一道粗壮的闪电劈开云层 钻进森林 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 落在布拉德堡的尖塔上 闪电持续 电流如水银一般 自尖塔留下 布满了整座布拉德城堡的屋顶和墙壁 并渗入地下 一切阴暗 潮湿 肮脏 血腥 污秽的东西 都在电流中湮灭 电流还在不断向外扩散 沿着森林的小径 溪流和岩石的缝隙 扫荡周围的一切 布拉德堡的地下室里 也瞬间充满了光明 那些电流正沿着屋顶 墙壁 石柱流下 在地下宫殿里 拉起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电网 怨气和所有的潮湿 阴暗一起渐渐消散 那些怨灵的身影 慢慢变淡 原本看不清的五官却清晰起来 露出了解脱般的笑容 随后消失在虚空里 德古拉手中的拐棍跌落在地 浑身震战 不知是害怕电光 还是害怕李牧尘的实力 她的心里充满了恐惧 她很想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面前这家伙究竟是谁 这闪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天道和神明的力量 真的可以借用 还是说 眼前的人本就是神明 可惜她没有机会知道了 因为闪电几经缠绕了她的身体 尽管她早已能在阳光里自由行走 但她还是害怕光 她的身体里流的 终究不是真正的原初之血 她从莉莉丝身上借来的血 不足以让她对抗如此强烈的电光 德古拉的表情痛苦而扭曲 身体开始在电光里分裂削减 她看见死神在向她招手 只是她不甘心 一千年的蛰伏 五百年的修行 从阴暗潮湿的地穴 到宏大的城堡 眼看着就要成功 当布拉德堡的上空 落下那道粗壮强大的闪电的时候 欧罗巴大地上的许多地方 同时遭遇了突然的雷击 数千道闪电 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不同城市落下 凡有吸血鬼的地方 都遭遇了雷霆一击 这是天道之乏 布拉索夫的黑教堂 当然也不例外 那些吸血鬼 正趴在乔伊斯的尸体上 贪婪的吸食 电光突然降临 沿着穹顶浮雕的缝隙秘密爬行 爬出了圣母玛利亚 和怀中圣子的轮廓 地上的吸血鬼 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西处逃窜 身体被闪电缠上 仿佛一群落在电纹拍上的蚊子 伴随着发出亮光和避不的响声 冒出刺鼻的青烟 吸血鬼很快消失了 残余的电流沿着地板 汇聚到了乔伊斯身上 乔伊斯的身体缓缓漂浮起来 那些电流汇入了他的身体 代替了他失去的血液 冲进了他的心脏 在那里 有一根羽毛 漂浮在心中 仿佛一艘小船停泊在港湾 在绽放的光里 羽毛向左右延伸 自两肋穿出 一对翅膀在他的身后缓缓张开 如天使之翼 结白光明 陈文学和林天豪 沿着长廊一路走去 这条长廊不但弯曲 而且有向上的坡度连接着飞伏壁 通向另一栋楼的高处 老林 不要急 乔伊斯都找到阿加莎了 你也一定能圆满 莉莉斯肯定没事 陈文学一边走一边说 林天豪闷着头 只N了一声 他现在心急如焚 只想快点见到莉莉斯 哪有心情说话 到了另一栋楼 又穿过一段走廊 来到尽头 看见了阿加莎所说的那个房间 房门紧闭着 林天豪伸手推了推 门闻丝不动 他和陈文学对视一眼 然后掌中灌注真丽 一掌拍出 那扇沉重的木门 应声而碎 木屑纷飞 露出门后幽暗的空间 两人走进去 发现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 也没有灯 十分昏暗 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甚至连摆设也很少 只有一张陈旧的桌子 快走 陈文学心生警觉 那个女人骗了我们 他拉着林天豪往后退 可是林天豪却挣脱了他的手 等一下 我感应了莉莉斯的气息 他就在这儿 林天豪说 陈文学一愣 可这里什么也没有 那里 林天豪指着桌子后面的墙壁说 墙上是一幅圣人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浮雕图案 在昏暗的光线里十分模糊 只能看见一个大概的轮廓 林天豪走过去 伸手去摸墙壁 可是摸了半天 什么也没有发现 砸了他 陈文学举起了拳头 不 林天豪想要阻止 但没来得及 陈文学挤进一拳砸了下去 砰一声响 石屑散落 墙壁上被砸出一个坑 真硬啊 陈文学收回拳头 倒吸一口气 他现在的力量 虽然不像马山那样立拔山西 但也足以开背猎石 通常全力一拳 别说房子的墙壁 就是城墙也能砸出个口子来 但这墙壁上面 居然只留下了一个几厘米深的拳印 几道裂缝 自拳印向西周延伸 发出嘎哩哩哩的响声 接着 整个屋子的墙上 都爬满了珠网一般的裂缝 哗啦一阵响 碎石从西面墙壁上掉下来 落了一地 在墙角堆积起厚厚的碎石堆 但屋子并没有坍塌 墙壁只掉了一层 里面还有一层 上面密密扎扎整齐排列着人形的浮雕 从下道上一共三层 大小与真人差不多 最上一层刚好到天花板 当陈文学抬头看的时候 才发现 天花板上也是这样的人形浮雕 只是不像西面墙壁上那样方阵排布 而是以天花板的中心 呈放射状排成了一个圆 内外共三层 整个屋子里的气氛都透着诡异 草 设计这房间的是个变态吧 陈文学骂道 林天豪却一言不发 走过去轻轻摸了摸墙壁上 凸起的人形浮雕 脸色有些沉重地说 不只是变态那么简单 这些人不是雕塑 是真人 陈文学倒吸了一口冷气 也走到墙壁前 伸出手去 想要确认 但就在这时 正面墙壁都散发出了微微的白光 那些被封印在墙壁当中的人的样子 清晰起来 这些人有男有女 穿着中世纪的装束 身体的表面覆盖着一层 不知是辣还是树枝的东西 他们的脸上 都洋溢着一种奇怪的笑容 眼睛睁开着 活泼泼的 仿佛没有死 而是在期待着什么 你听 什么声音 林天豪说 好像是水流 陈文学也听到了 顾不上那些人师的诡异 把耳朵凑进去听 墙壁里面有很细的 好像水沿着某个管子流动的声音 还有 陈文学闭上眼睛 眉头深深皱起 心跳的声音 碰上这样诡异的事情 就连陈文学也不禁感到头皮发麻 老练 我们先撤吧 等牧尘来了再说 陈文学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他觉得 留在这里不是明智之举 至少也要先退回去 和乔伊斯会合 但林天豪却摇了摇头 莉莉斯就在这里 我不能离开 他的生命气息 已经很微弱了 你先走吧 我必须留下来 陈文学咬了咬牙说 我不可能丢下你 算了 要死一起死 此时 墙上的白光越来越明亮了 那些落风的人的身体 变得半透明 可以看到他们的血管里 流动着红色的血液 他们刚才听到的 正是血液流动的声音 但这不是正常的血液流动 因为正常人体内血流的声音 是不可能在外面听见了 而且 每个人的心跳不一样 没有两个人的血液流动频率 和方向是一样的 但现在 这些所有封印 在墙体内的人的血管里的血 都在顺着一个方向流动 仿佛他们的身体是连通的 有统一的心脏在攻血 陈文学和林天豪对视一眼 他们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惊悚和不安 但他们都没有害怕 也没有退缩 两个人回到了最初的那堵墙面前 这堵墙的表层没有脱落 上面还是圣人受难的浮雕 只是几经布满了裂纹 陈文学上前 在墙上又砸了一圈 这一次 大块的墙皮掉下来 露出内层的景象 一个真实的十字架 十字架上钉着一个女人 女人低垂着头 身上没有衣物遮体 但插着很多管子 胸口 手臂 大腿上都有 和医院里掉水用的管子 差不多粗细 里面流动着深红色的液体 向后缠绕在十字架上 又像电线一样 被塞进西面的墙里 这个女人 赫然就是莉莉丝 莉丽丽丽丁天豪悲喜交加 一步冲上去 就要去救莉莉丝 你最好不要碰她 一个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 如果把管子拔掉 她会立刻死掉 临天豪伸出去的手 停在半空 手指将将 触及到莉莉丝的肌肤 陈文学回头 看见阿加莎站在门口 门外的光线照在她身上 让她看起来朦胧而神秘 乔伊丝呢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 背叛神明的人 没有存活于世上的价值 阿加莎说 什么 虽然陈文学 几经猜到了结果 但还是感到无比愤怒 你居然杀了你的丈夫 你知道她有多爱你吗 你知道她这些年为了救你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难吗 我知道 阿加莎的声音很平静 听在陈文学的耳朵里 是如此冷漠 爱情只是人类幼稚的游戏 真正的爱是无私的 唯有神明 才配拥有真爱 你们对莉莉丝做了什么 林天豪看着莉莉丝的样子 心如刀割 大吼着 快放了她 我们什么都没做 这是她自愿的 阿加莎说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之所以被叫做黑教堂 并不仅仅是因为 她遭遇过大火烧黑的墙壁 而是因为 她代表着黑暗 承受着古老的诅咒 在很久以前 一位美丽的天使 受到恶魔的引诱 背叛了神明 偷走了原初之血 神明对她降下了神罚 施加了诅咒 她和她的后代 因原初之血 而获得不死之身 却只能永居黑暗 不见阳光 这就是血族的由来吗 陈文学好奇道 阿加莎没有否认 也没有回应她 只是继续说道 他们建造了这座教堂 企图与神明沟通 通过在人间步道 获得神的原谅 但是原初之血 早起被恶魔拿走 他们自己的血脉里 虽然也有原初之血的遗传 但早起被吸食和污染 除了那位盗取了原初之血的 堕落天使 于是 他们决定 献祭他们的祖先 阿加莎从门口走进来 她的身上流转着灰光 洁白朦胧 让她看上去无比圣洁 她的话 也因此具有了神性的魅力 他们对这座教堂进行了重建 从世界各地 搜罗了许多青年男女 把他们砌进了墙里 你是说 这些都是活人 陈文学看了一眼旁边的墙壁 心里不觉有些发毛 虽然刚才就几经知道 这些都是真人 但以为是人的尸体 类似木乃伊 没错 都是活人 至少在被砌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还活着 而且 这里的每一队都是恋人 他们都很年轻 相爱 相恋 正在享受人生最甜蜜的时光 然后 就被砌进了墙里 成了永恒 永恒 林天豪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太可恶了 这西面墙 加上天花板 起码有几百对情侣 阿加莎冷哼一声 你弄错了 不止这里 整座教堂 每一堵墙 每一个屋顶 每一处地板 都和这里一样 砌满了人 什么 陈文学和林天豪同时大惊 这座教堂占地数千平米 最高的建筑 差不多有二十层楼那么高 如果所有的墙和地板 以及穹顶都砌进了人 那将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为什么 他们把这些人的身体打通 和他们的祖先 那位堕落的天使的血脉相连 把这里变成一座庞大的血液工厂 让天使的血 通过这些人的身体 完成一个复杂的循环 最后获得纯净的原初之血 阿加莎说话的时候十分平静 就好像再讲故事给睡前的孩子听 你是说莉莉丝 林天豪猛然大惊 转身看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莉莉丝 没错 她就是那位堕落的天使 阿加莎说 怎么可能 林天豪不解 这座教堂是几百年前造的 那时候 莉莉丝还没有出生 因为她是莉莉丝 她的母亲叫莉莉丝 她的祖母叫莉莉丝 而那位天使也叫莉莉丝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阿加莎看着林天豪 眼神中有一丝怜悯 你是个深情的男人 但可惜 你只是凡人 而你却爱了一个非凡的女人 或许是想起了什么 阿加莎的表情和声音 终于有了变化 她喃喃的说 爱不属于凡间 唯有神明 才配想真爱 不对 陈文学指着阿加莎说 你再说谎 你的话里有太多漏洞 哦 什么漏洞 阿加莎好奇地问 如果真如你所说 这座造血工厂早在几百年前就该完成了使命 莉莉丝的母亲或者祖母就已经牺牲在这里 就不该有现在的莉莉丝的存在 的确是那样 如果那次献祭成功的话 但可惜 那次出了点意外 意外之音 是当年的莉莉丝的爱人 阿加莎没有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只是轻蔑地笑了笑 然后看向林天豪 说道 但这次不会了 如此邪恶的事情 你们圣光会不应该出来阻止吗 陈文学试探着说 我为什么要阻止 阿加莎冷漠地说 这件事的确很邪恶 但那是几百年前的事 他们这么做的时候 并没有寝视神明 完全是他们的自作主张 神明也为此降下过神伐天火 一切罪恶都几经在大火中灭尽 那么你呢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代表沙利业天使 在这里守候 等待原初之血的诞生 那本就是神界之物 我替神明收回 为了收回原初之血 你们就做事这样的事情发生 陈文学试问道 怎样的事情 莉莉丝反问道 这是血族之恶 从莉莉丝盗取神血之时 就己注定 这座造血工厂 也是他们自己布置 几成事实 就算你把这里拆了 这些弃在墙里的人 也无法活过来 那莉莉丝呢 林天豪大声道 她是罪恶之源 这是她应受之法 阿加莎说 不 她没有罪 她只是个单纯的 想做个普通人的姑娘 却不幸生在血族 这不是她的错 她叫莉莉丝 和你们所说的 那个莉莉丝 毫无关系 你们不能把罪名 强加在她的头上 林天豪悲愤地吼叫 歇斯底里的声音里 却带着一丝祈求 希望阿加莎 能放过莉莉丝 但她的身体里 流着的是莉莉丝的血 阿加莎的声音 依旧冰冷无情 老林 别和她废话了 这婆娘连自己老公都杀 几经丧心病狂了 陈文学说 你快去救莉莉丝 看看能不能把那些管子拔了 就算死 也要背回去死在你怀里 不能让他们得逞 我来拖住这臭娘们 林天豪点点头 转身去看莉莉丝 而陈文学 则摆出了战斗的架势 阿加莎冷笑道 就凭你 她伸出白皙的手 掌心朝前 轻轻一推 一道十字光印 从她掌心飞出 朝着陈文学飞来 十字光印在视觉里 由小到大 慢慢占据了眼前的一切 陈文学感觉到 一股神秘的力量定住了她 让她无法做出躲避的动作 她神色凝重 凭住呼吸 真气上提 缓缓挥出一拳 拳头看似缓慢 却带着强大的力量 破开了无形的空间 搅碎了那股力量 十字光印在破碎的空间里 变得扭曲起来 仿佛照进了哈哈镜里 一阵恍惚之后 就成了碎片 如烟花一般迅速消散 缓慢的拳头没有了阻力 立刻变得迅捷 陈文学的身体 如离堂的炮弹一般弹射出去 一拳砸向阿加沙 阿加沙显得有些意外 轻移了一声 身体往后一掠 再次出手 只是这一次 不再像刚才那样轻飘 掌心的十字光印 也更加明亮厚重 十字光和拳头碰撞在一起 光影破碎 荡起一阵光圈 陈文学也被强大的力量反弹回去 在空中 一个翻身落在地上 双脚在地上砸出深深的脚印 地板上出现了珠网般的裂缝 他朝地上看了一眼 不觉皱了皱眉头 地面裂缝里露出一双人的眼睛 在封印的蜡里 栩栩如生 果然如阿加沙所说 这地下也到处都气满了人 阿加沙意外地看着陈文学 你身上有残留的圣光 你的肉身还接受过骑士改造 你是圣殿骑士的候选人 陈文学轻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喜笑道 你觉得我像个骑士吗 我明明是大学老师啊 阿加沙一愣 厌恶地说 这个玩笑并不好笑 陈文学说 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笑 你别自作多情了 阿加沙的眼里燃起一丝怒火 冷笑道 可惜你终究不是真正的圣殿骑士 那就在骑士的剑光里灭亡吧 他轻轻一挥手 从他的身后 闪现出两个高大的身影 身上穿着金色的盔甲 手里握着金色的十字大剑 从头到脚都闪耀着金光 陈文学没想到 这里还有黄金骑士 他听李牧尘说起过黄金骑士的厉害 自知不是对手 喊道 老练 好了没有 这两个大块头我打不过 我们得想办法扯祸 再等一下 林天豪正在拨弄莉莉丝身上的管子 这些管子弄得异常复杂 纵然林天豪有一双天下无双的千王之手 要想把管子从莉莉丝体内拔出来也不容易 阿加沙眼里闪过韩光 警告道 你最好别碰它 它是这个血液制造工厂的核心 你拔下任何一根管子 都会导致循环中断 不但会让它的心跳停止 而且还会受到噪血系统的反噬 中断 林天豪喃喃念着 他正束手无策 听到阿加沙的话 脑海中灵光一闪 我想到了 只要把拔下来的管子插到我身上 我来代替它完成循环 就可以救它了 林天豪眼里露出兴奋的光 伸手就去拔莉莉丝手臂最末端的管子 住手 阿加沙的声音里 似乎带上了一丝金黄 他没想到林天豪会想出这样的办法 你这么做 不但救不了它 让原初之血的仪式中断 而你的凡人之血 一旦污染了血池 原初之血可能会被魔化 你的灵魂会被吞噬 但林天豪根本不听他的 这时候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用自己代替莉莉丝 把莉莉丝救出来 他把那根管子拔下来 毫不犹豫地 插进了自己的手臂上 他是千王 双手的控制力 比外科医生更加精妙 管子插在他身上的位置 和插在莉莉丝身上时 分毫不插 甚至连深度都一样 当枕头扎进血管的一刹那 林天豪感到一丝灼热 虽然有点疼 但那种灼热感 让他有点兴奋 同时 他体内的血 开始流向管子 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 和奇异的快感 他又去拔第二根管子 这次他选择了腿上 和刚才一样 他把莉莉丝腿上的 一根管子拔下来 以最快的速度 插进了自己腿上 同样的位置 还是灼热和疼痛 但血运感消失了 因为两根管子插上以后 血液不再是净流出 而是有了流入 一出一入 他接入了循环 阿加莎的眼里 闪过浓郁的杀气 对两个黄金骑士下令道 杀了他 两个黄金骑士 举起手里的黄金巨剑 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向陈文学 而阿加莎自己 则掌心凝聚出一道十字光阴 飞向林天豪的后心 老林小心 陈文学不顾两个黄金骑士的威胁 一跃跳到林天豪身前 挥拳击散了十字光阴 阿加莎眼含怒意 冷笑道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着保护别人 去死吧 他双手在胸前交叉划过 在他的身前 一个巨大的十字光阴出现 缓缓推向陈文学 陈文学感觉到 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迎面而来 如果被这个十字光阴正面撞上 自己的肉身 就算曾经特殊淬炼而无伤 灵魂也会被扯碎 但他不能躲开 因为他的身后 就是林天豪 而此时的林天豪 正在聚精会神地 做着转换血管的外科手术 陈文学催了一口 骂道 死就死 反正有人会为我报仇的 便将心一横 用尽平生之力 挥出一拳 只见他身上的衣衫碎裂 不屑纷飞 手臂上的肌肉 不合肠里的隆起来 变得比平时粗壮许多 而整个人 也仿佛高大了不少 此时 那个大十字光阴 几近到了面前 而两个黄金骑士的剑 也砍了下来 剑光斜向交叉 形成了另一个十字光 哄 当当 十字光硬碎裂 两把黄金大剑被荡开 陈文学功不立定 拳头还保持着 击打出去的姿势 看上去十分威武 阿加莎后退了两步 感到胸口一闷 差点吐血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文学 这家伙 刚才明明还没有这样的力量 为何他的拳头在发光 为何这光这样熟悉 这是 沙利亚的圣光 阿加莎不敢相信 为什么你也拥有 这种圣光的能量 陈文学缓缓收起拳头 把歪了眼镜摘下来 对着镜片哈了口气 用刚刚撑破了的衣袖擦了擦 笑道 沙利亚吗 他已经死了 放屁 阿加莎大怒 圣沙利亚是月光之神 与月同在 是太阳之神最好的伴侣 不相信吗 没关系 看看你身后是谁吧 陈文学把眼镜带回鼻梁 轻轻推了推 像得老师一样说 阿加莎疑惑着回头 然后就看见了 站在光里的乔伊斯 乔伊斯的身后 张开着一对半透明的翅膀 如月色一般柔和 乔伊斯 阿加莎减手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刚才明明将匕首 插进了乔伊斯的心脏 看着他死去 就算他的身体经过修行 而变得强大 那一刀没能让他致命 但那里还有几十个吸血的恶鬼 他是怎么从这群恶魔手里 逃出来的呢 让阿加莎更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乔伊斯身上那对翅膀 那圣洁之羽是那样熟悉 和沙利亚身上的异母一样 那柔和的光 如月光一样美 乔伊斯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翅膀 拜你所赐 乔伊斯缓缓靠近 他的胸口还插着那把匕首 只是在圣洁的光里 匕首也变得晶莹透亮 仿佛他胸膛多出来的肋骨 沙利亚 真的 死了吗 阿加莎问道 是的 乔伊斯说 阿加莎低下了头 他知道乔伊斯从不撒谎 尤其是在他面前 那两个黄金骑士举着剑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进攻 陈文学左手推着眼睛 右手藏在背后 拳头凝着光 像一个点亮的灯泡 沙利亚 阿加莎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悲伤 我的老师 是怎么死的 是你杀了他 不 是神 乔伊斯说 神 阿加莎迷茫不解 怎么可能 他是天使 是侍奉神明的使者啊 他不配 光里的乔伊斯如此神圣 连声音都和往昔不同 凭劲而充满力量 愚昧的人不配侍奉神明 更不配做降临人间的天使 因此 神明惩罚了他 剥夺了他的天使之意 陈文学差点想笑出来 乔伊斯说的一套一套的 跟真的一样 可是转念一想 这又何尝不是真的 阿加莎的脸上 写满了震惊 他不相信 这是真的 他不顾一切 追随沙利亚 就是因为那圣洁之光 那接近神明的力量 让他如此痴迷向往 沙利亚是他在圣道上的引路人 把他从普通的教徒 转变成天使 他是沙利亚为老师 为圣人 如果乔伊斯说的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 过去的一切都是 虚幻的假象 沙利亚是骗他的 或者如乔伊斯所说是愚昧的 侍奉神明 是他的一厢情愿 但他知道 乔伊斯不会骗他 所以这一切 竟好像不可能是假的 乔伊斯 阿加莎抬起头 缓步走向他曾经的爱人 眼里充满了柔情 我没想到 你会成为新的天使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过去 阻隔在我们之间的 是你那不坚定的信念 我以为 你会一生平凡 无法成为真正的圣徒 离神越来越远 现在 你却先我一步 成为了真正 侍奉神明的人 乔伊斯 我真高兴 这样的话 我们的爱又可以重来了 阿加莎走进 乔伊斯的光运里 感觉自己在光里 也变得神圣 因为面前的不仅是天使 也是他的爱人 比沙利亚和他的关系 更加清静 那圣光的能量 因为爱 可以更守接地作用到他的身上 沉寂多年的爱情之火 在心中重新燃起 他渴望乔伊斯 渴望他们一起走向光明 在神的注视下 成为世上最幸福的情侣 并在神明的光辉里 完成神圣的欢愉 阿加莎张开双臂 想要拥抱乔伊斯 一把匕首 横跟在他们的胸口之间 那是他亲手插在乔伊斯心上的 他伸手握住刀柄 想要将这阻碍 他们亲近的东西 拔出来丢掉 可是匕首却早已和乔伊斯融为一体 成了长在他心上的骨头 比肋骨还要坚硬牢固 拔不掉的 阿加莎 这是死亡之伤 毁灭之骨 我们的爱情 在他刺进我心脏的时候死了 过去的乔伊斯也死了 乔伊斯的声音 平静如深井里的水 不 乔伊斯 阿加莎充满痛苦和懊悔 泪水从眼里流出来 顺着美丽的脸颊流淌 你是爱我的 你说过 我们的爱天荒地楼 至死不渝 是的 我说过 但我已经死了 你会爱一个死人吗 不 你没有死 你不会死的 你拥有剩余 你是神的使者 你还有我的爱 有爱的人是不会死的 因为爱你 所以我死了 阿加莎 我兑现了我的承诺 死去的爱情 是无法复活的 就像死去的人一样 乔伊斯 不要再骗我了 你明明没死 你明明活着 你是在气我对吗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该伤害你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乔伊斯 阿加莎的眼泪 如断线的珍珠一般掉下来 乔伊斯 告诉我 需要我做什么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融化你几冰冷的心 让我们的爱重来 只要能重新开始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阿加莎 乔伊斯轻声叫着她的名字 阿加莎 破体微笑 她知道乔伊斯心软了 心动了 这种感觉她记得 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们刚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乔伊斯就是这样 软弱又可爱 他们每次吵架 只要阿加莎一哭 乔伊斯就会手足无措 就会服软 就会一切都顺从她 乔伊斯 让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阿加莎 楚楚可怜地看着乔伊斯 乔伊斯 乔伊斯站在那里 似乎还在思考 她身上的光正在变暗 那对翅膀一鸣一灭 仿佛即将隐去 阿加莎 乔伊斯叫了一声 张开了双臂 阿加莎欣喜相应 也张开双臂 扑上去 两个人紧紧相拥 就像当初他们第一次相恋 然而 阿加莎的脸上的兴奋 很快变成了痛苦 她感到胸口剧烈的疼痛 才想起乔伊斯的胸口 还插着一把化成钢骨的匕首 她拼命想要推开乔伊斯 但乔伊斯抱得那样紧 身后那对翅膀 也倒卷回来 她根本无法挣扎 乔伊斯 阿加莎痛到窒息 在最后的祈求中 缓缓闭上了眼睛 乔伊斯还是抱着她 许久许久 不肯放开 手道那对翅膀放出了光 笼罩住了两个人 成了一团强光 带光渐渐熄灭 乔伊斯的身前 仅没有阿加莎的身影 翅膀缩回到身后 她的胸口的那根由 匕首化成的肋骨上 挂着一丝鲜红的血迹 血迹引摸入骨中 肋骨也随之收缩入体内 在胸口留下了一道永恒的伤疤 陈文学看得唏嘘不及 她知道 乔伊斯爱阿加莎 爱得发疯 当初为了阿加莎 乔伊斯明知太阳圣教会有问题 却还是选择毅然加入 又为了阿加莎偷到黑火 从此亡命天涯 如今好不容易回来 以为终于可以和爱人重聚 没想到却死在爱人手里 如果修行有劫 这大概就是乔伊斯的大劫吧 每个人的劫难不同 就如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乔伊斯死在最爱的人手里 又亲手杀死之爱 这种痛苦和决心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他在死亡和痛苦中涅槃重生 终于获得了解脱 陈文学对李牧尘所传的道 有了更深的感悟 东方的修行门派 都把修士的劫难称为天劫 而大多数修士的天劫 都极其相似 以天雷汇聚的雷劫 明明每个人的修行不同 经历不同 最后的劫难却都是雷劫 这是天道的剑月 是以天带道的典型表现 两个黄金骑士忽然动了 他们举起了手里的巨剑 尽管有了乔伊斯圣光能量 陈文学感觉体内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 但他很清楚 自己还不足以对付这两个大家伙 李牧尘说过 黄金骑士的实力 最低也相当于二重雷劫的修士 刚才能挡住他们的袭击 完全是因为他们 在这里施展不开手脚 生怕对这座造学工厂造成破坏 让即将成功的源出之血的实验终止 如果他们出全力 陈文学知道自己 很可能几经随这座教堂一起灰飞烟灭了 现在阿家杀死了 这两个大家伙 很可能几经不受控制 他必须小心应对 实在不行 还是走位上策 陈文学紧紧盯着两把剑 藏在身后的拳头 凝聚的光更亮了 但那两把剑始终没有落下来 就那样举在空中 仿佛两个雕塑 一动不动 乔伊斯缓步走过来 远远地伸出一只手 仿佛在安抚他们 只见两个骑士转过身 面向乔伊斯 他们转身的时候 身上在盔甲发出奇怪的摩擦声 让陈文学听了 觉得难受 但内心里莫名却有种渴望 希望自己也能有一身这样的盔甲 放下 乔伊斯的声音平和而飘渺 仿佛来自另一个空间 他身后的翅膀轻轻扇动 月光如波在室内荡漾 骑士放下了手中的剑 剑肩朝下 处在地板上 单膝对着乔伊斯跪了下来 陈文学有些吃惊 又有些示然 乔伊斯挥了挥手 两名黄金骑士便又站起来 朝两边退去 高大的身躯消失在窄门口 乔伊斯身上的光缓缓消失 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但即使没有了光 陈文学也感觉到 他不一样了 嘿 老乔 陈文学想说点什么 却看见了乔伊斯胸口那触目惊心的伤疤 忽然一窒息 不知该怎么说下去 乔伊斯微微一笑 干嘛 不认识我了 陈文学推了推眼镜 隔着镜片 认真看乔伊斯的脸 想从他的笑容背后 看出点什么 乔伊斯却几近张开双臂 做出拥抱的姿态 是不是兄弟啊 乔伊斯说 你应该祝贺我不是吗 陈文学笑了 眼镜片蒙上了一层雾气 看着眼前的乔伊斯 感觉鼻子有点酸 他想起了 他们在九龙岛上的日子 两个孤独的男人 在岛上过着无止境的孤独的日子 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在没有希望的时候 互相鼓励 憧憬未来 回忆和阿加莎在一起的日子 是乔伊斯最快乐的时候 但每次讲完故事 乔伊斯就会陷入悲伤和绝望 那时候陈文学总是会鼓励他 嘿 老乔 你一定能把阿加莎救出来的 还有李公子呢 李公子三个字 成了他们最大的希望 谁也不会想到 结局会像今天这样 嘿 老乔 他的声音哽咽了 好兄弟 乔伊斯依旧微笑着 好兄弟 永远在一起 陈文学张开双臂 两个男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经历了生死苦难之后 陈文学突然喊了一声 糟了 老林 他们同时想起了另一个兄弟 林天豪 年纪比他们大许多 但在爱情的追求上 不输给乔伊斯的愚蠢男人 两人同时转过身去看 在那面墙下面 林天豪身上插满了管子 他把莉莉丝身上的管子都拔下来 插在了自己身上 而莉莉丝 还被钉在十字架上 低垂着头 还没有从昏尘中醒来 陈文学和乔伊斯同时冲上去 陈文学把林天豪扶起来 怎么办 他问乔伊斯 阿加莎说这是个造血工厂 如果贸然拔掉 没有接入新的循环的话 他会死掉的 听到阿加莎这个名字 乔伊斯胸口的伤疤痛了一下 他捂了把胸口 说 可怕的不是这些管子 是血族的诅咒 血族的诅咒 这里有十分古老的诅咒 也许真的是神 对血族的惩罚 我也圣语之光也无法解开 莉莉丝是原初之血的传承者 他不怕诅咒 但老林把管子接到自己身上后 接通了循环 诅咒必然降临到他身上 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乔伊斯摇了摇头 但他的血脊筋 变成了血族的血 你是说 陈文学觉得有点可怕 他变成了吸血鬼 乔伊斯用沉默回答了他 不管变成什么 我们也不能丢下他不管 陈文学说 先想办法 把他身上的管子拿掉 乔伊斯说 我可以用圣光 将这里污浊的血烧掉 但这也会让老林的身体烧干 所以 在我发动的一刹那 你要配合我 把所有的管子 再瞬间熔断 你应该能感觉到 我的意念和能量波动 这个机会只有一次 陈文学点点头 好 乔伊斯身上就放出了光 翅膀再次展开 陈文学聚精会神 仔细感应着 乔伊斯身上的能量波动 而随着圣光的涌现 他的体内也充满了能量 圣光骤然亮起 仿佛在屋子里 爆了一枚照明弹 从黑教堂的外面看 在教堂的某个大楼里 爆发出了一团强光 持续了大约两秒 光拢照了几乎整座教堂 好像天上的太阳掉了下来 两秒后 光熄灭 屋子里陷入了短暂的黑暗 等眼睛适应后 光明复现 一切又恢复正常 林天豪躺在地上 身上的管子 已经全部消失 只有针头还插在皮肤上 陈文学蹲下来 帮他把针头一根根全部拔掉 可就在这时 林天豪突然睁开了眼睛 嘴里伸出了獠牙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力量 从地上弹起 扑向陈文学 陈文学大吃一惊 往后一跳 差点被林天豪咬到 他脚刚落地站稳 林天豪就又扑了上来 陈文学又狼狈后退 几步之后 就到了墙角 退无可退了 但他又不能反击 生怕伤了林天豪 林天豪似乎也知道 陈文学到了绝境 嘴角咧开 露出邪恶的笑容 獠牙变得更加锋利 眼神里充满了贪婪 反击吧 他不是老林了 乔伊斯说 我做不到 陈文学说 我们都是战友 都是兄弟啊 我绝不会对兄弟动手的 乔伊斯叹了口气 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林天豪 林天豪一口咬在乔伊斯的手臂上 乔伊斯 陈文学大惊 没事 乔伊斯说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不会再受邪的诅咒 他的手臂的伤口露出白色的光 林天豪仿佛被火烧到似的 松开了口 把头躲到一边 用力挣扎 乔伊斯死死抱住他 老陈 快制服他 我可不擅长这种肉搏 乔伊斯说 陈文学连忙扑上去 和乔伊斯一起 拧着林天豪的胳膊 把他摁到了地上 林天豪拼命挣扎着 脸上和脖子上的青筋抱起 皮肤呈现出紫黑色 眼睛血红 咧着嘴露出森白的獠牙 发出丝丝的怪声 陈文学力气大 摁住林天豪没问题 但他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总不能一手摁着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乔伊斯 你放莉莉斯下来 我们把他俩带回去 交给牧尘 好 乔伊斯答应一声 就走上前 把钉在十字架上的 莉莉斯放下来 莉莉斯看上去很虚弱 乔伊斯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盖在莉莉斯身上 然后伸出手 以自身圣光 隔空俯过 莉莉斯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有了血色 我在哪儿 他问道 我们还想问你呢 陈文学抱怨道 你不告而别 跑到这鬼地方来 被钉在十字架上 成了这座邪恶工厂的血缘 莉莉斯仿佛回忆起来 眼神里露出些惊讶 你们 怎么会找来 我们费尽千辛万苦 才找到这里 老林为了救你 把你身上的管子拔下来 全插他自己身上了 现在变成了这副模样 天豪 莉莉斯猛地从地上坐起来 也顾不上虚弱的身体 和脱落的夹克 扑到林天豪身上 天豪 你怎么了 快放开他 陈文学说 他受了诅咒 变成了吸血鬼 他会咬人的 没关系 你让我来 莉莉斯说 我能救他 陈文学将信将疑 你确定 放心吧 你们别忘了我的身份 莉莉斯说 要不还是带回去交给牧尘吧 他一定有办法 陈文学说 不 来不及了 他的血受到了污染 这是吸血鬼之咒 他必须吸血 不然他的心脏 很快会爆掉 莉莉斯焦急地说 陈文学一听这么严重 也赶紧放开了林天豪 林天豪立刻就跳起来反扑 露着獠牙 朝陈文学咬去 陈文学往后一闪 刚想出手再制住他 莉莉斯几惊 挡在了他身前 林天豪刚好扑到莉莉斯身上 一口咬住了莉莉斯的脖子 陈文学大惊 莉莉斯 别动 莉莉斯忍着痛 示意陈文学不要过来 他必须吸血 只有吸了血他 才能平静下来 可是你 你们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他是为了救我 才变成这样的 用我的血救他 是我应该做的 我知道他爱我 我也爱他 莉莉斯说完 紧紧抱住了林天豪 陈文学和乔伊斯对视了一眼 心里充满了担忧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林天豪趴在莉莉斯的颈上 贪婪地瞬息着 他的脸色渐渐好转 皮上梗起的青筋 渐渐退下去 皮肤变得光滑 眼睛里的血丝也淡了 眼神慢慢清亮 天豪 莉莉斯喃喃叫着 林天豪听见莉莉斯的声音 亦是仿佛清醒过来 松开了口 嘴里咯里咕噜发出些奇怪的声音 好像舌头还不怎么灵活 别松开 莉莉斯用手把林天豪的头按下去 继续吃 天豪 继续吃 不要停 林天豪就又趴在他肩上瞬息起来 像母亲怀里吃奶的孩子一样 莉莉斯 陈文学感觉到有些不对 因为莉莉斯的脸色 正变得越来越苍白难看 眼角甚至多出了许多皱纹 我没事 莉莉斯说 你们既然来到这里 救了我 应该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其实 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我的身份 我是个有罪的人 也是个不祥之人 我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厄 我的族人 我的朋友 我的爱人 他用手轻轻抚摸着林天豪的头 陈文学看见他的手背上的皮肤粗糙褶皱 如常年劳作的老妇 他终于知道 莉莉斯在干什么 也意识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叫道 老林 快停下 这一声 喊如一道惊雷 在林天豪的脑子里乍响 他猛然抬起头 嘴角还溢着鲜血 而陈文学和乔伊斯都震惊不及 因为他们看见林天豪的脸 血气饱满 皮肤光滑 除了眼神 还有些恶然呆滞 就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子 一个一百多岁的老人 虽然因为练功保持着年轻和活力 但骤然变成二十多岁的模样 怎不令人惊诧 莉莉斯 年轻的林天豪 终于完全醒来 他一把抱住莉莉斯的肩 可是呈现在他眼前的 却是一个满脸褶皱 双目无神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林天豪吓了一跳 手一抖 莉莉斯的身体 软绵绵地滑下去 林天豪连忙一把抱住 蹲下来 把莉莉斯的身体 放在自己腿上 头抱进怀里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莉莉斯 莉莉斯 你怎么了 从百年前的乱世 活到现在 经历了岁月沧桑 几不知多少年 没尝过眼泪滋味的林天豪 眼里滚出了热泪 顺着他那便年轻了的脸颊流淌 不要哭 莉莉斯苍老的脸上 挤出一丝笑容 皱纹如雕刻的泥沟 你现在的样子 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 你让我想起了 在深周的日子 真好 天豪 莉莉斯 林天豪的眼泪 不停地流出来 我不要你变老 我宁愿去死 不 天豪 你不用难过 这是我本来的样子 我已经活了几百岁了 不是吗 莉莉斯的气息 越来越虚弱 只要你爱我 我变老又何妨 就像我当初爱你一样 陈文学摇了摇头 叹道 哎 看不下去了 这狗粮洒的 乔伊斯 我们走吧 乔伊斯正看得出神 听见陈文学的话点点头 两人默契地转身 并肩走向那窄窄的小门 门外 是明媚的阳光 陈文学和乔伊斯一出来 就看见了坐在花园场上的 多米尼克警官 嘿 警官 你怎么在这儿 陈文学警惕地走过去 担心多米尼克 也变成了吸血鬼 太可怕了 那么多吸血鬼 多米尼克惊魂未定 说话的时候 声音还在颤抖 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场景 比电影还夸张 多米尼克 显然没有变成鬼 陈文学记得 阿加莎出现后 他和林天豪 一起去找莉莉斯 多米尼克 并没有跟上来 多米尼克警官 你是怎么掏出来的 乔伊斯也很奇怪 自己被阿加莎杀死后 陷入了吸血鬼群的包围 他以为多米尼克 已经在那时候遭殃了 多米尼克 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指了指教堂的高塔 在那耸立的塔尖上 站着一个人 副手而立 面向西方 陈文学和乔伊斯 看见那人的背影 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牧尘 李公子 两人飘身上了塔尖 多米尼克只能干看着 他可没有一下子 跳上十层楼高的本事 不过现在的 他几经对这个世界 产生了怀疑 连吸血鬼都是真的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塔尖并不完全是尖的 而是有一个小小的平台 上面立着十字架 引导信众仰望天堂 牧尘 你什么时候来的 陈文学问道 你们看 布拉索夫的景色 其实很不错 李牧尘说 陈文学向远处望去 城市的景观一览无遗 错落的楼群 整洁的街道 精致的广场 远山和森林向城市扑来 和城内的绿化连成一体 让这座城市 有种天然而生的感觉 但是西边的天空挂着的那一轮太阳 让陈文学感到不适 此时几时下午 烈日渐变夕阳 如滴血一般的红 让他想起了吸血鬼 美丽只是表象 地下全是黑暗和血腥 陈文学拍了一下身边的十字架说 你说 布拉索夫的人 如果知道这座城市里有很多吸血鬼 他们会怎么想 李牧尘问道 陈文学一愣 不明白李牧尘何来此问 想了想说 他们会逃离这座城市 李牧尘笑着摇了摇头 你太小看人了 人从来不怕鬼 人只怕穷 陈文学总觉得 这话听着很别扭 但又挑不出毛病来 美之为美 思恶己 善之为善 思不善己 李牧尘一边说 一边伸出手掌 掌心燃起黑火 黑莲绽放 和西边的血色落日 形成鲜明的对比 世界从来都是阴阳两面 有光明 有黑暗 光明未必是好 黑暗未必不好 好与不好 在人而不在自然 他转过身 看向乔伊斯 乔伊斯若有所思 看着那朵黑莲出神 这是你偷来的黑火 你曾希望 以此来消灭圣光 救回你的爱人 如今 黑火游在 圣光未熄 我问你 你的爱还在吗 乔伊斯猛地一惊 呆愣在那里 喃喃念着 我的爱 还在吗 他不自觉地伸手 抚向胸口 那里有一道永恒的伤疤 即使他从圣火中涅槃而生 即使他在圣光里洗炼 也无法抹平 乔伊斯抬起头 看向天边的太阳 轻轻地说 是的 爱是永恒的 他不会消失 李牧尘点点头在 收起手中的黑莲 说 很好 乔伊斯 你没有死 陈文学听得有些莫名其妙 这不是废话吗 乔伊斯当然没有死 不然站在眼前的是谁 可是他又突然明白了什么 欣喜地看向乔伊斯 说道 恭喜你 乔伊斯 乔伊斯依旧看着远方的太阳 目光里有欣喜 也有迷茫 塔下花园里的多米尼克警官 看着高处的三人 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 只觉得十分魔幻 就在这时 他看见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 扶着一个老太太走出来 这个年轻男人 看上去有些眼熟 但他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塔尖上的三个男人 都跳下来 他听见陈文学叫了一声 老林 多米尼克才猛然想起 这不就是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叫林天豪的老头吗 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年轻 尽管几经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魔幻 他还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林天豪看见了李牧尘 扑通一声跪下来 李公子 请救救莉莉斯 李牧尘看了莉莉斯一眼 他没事 林天豪说 李公子 帮他变回年轻的模样吧 我知道你能做到 李牧尘说 没错 我能做到 但你真的想要吗 当他不再是吸血鬼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不死之身 你是想要一个年迈 但健康正常的莉莉斯 还是要一个年轻漂亮 但只能生活在黑暗里的吸血鬼 我 林天豪矛盾极了 他当然希望莉莉斯健康正常 但他又不希望看着他老去 李公子 他把血换给了我 请帮我们换回去吧 我不需要这么年轻 我本来就是个老人 林天豪恳求道 不 天豪 莉莉斯的声音有些虚弱 但相当坚定 我在黑暗里活了几百年 摆脱黑暗 变回正常人 是我此生最大的希望 能让你变回年轻 让我的血有点价值 已经很值得了 天豪 等我完成最后的心愿 你愿意陪我找个无人的地方 度过余生吗 当然 林天豪倾抚着莉莉斯苍老的脸颊 眼里充满了柔情 莉莉斯开心地笑起来 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变得活泼 像得到了糖果的孩子一样 李公子 莉莉斯看向李牧尘 眼神里不无担忧 天豪受了血足的诅咒 我的血虽然能压制 但 你放心吧 他不会再变成吸血鬼了 李牧尘说 当你用你的血救了他以后 吸血鬼的诅咒已经清楚 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吸血鬼了 啊 莉莉斯吃了一惊 你是说 德古拉已经死了 李牧尘淡淡地说 莉莉斯浑身一震 嘴唇颤动着 死了 不仅如此 这世上所有的吸血鬼都死了 老林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吸血鬼 但你用你经过进化的原初之血救了他 李牧尘的话 让所有人都震惊 尤其是莉莉斯 他不明白李牧尘是怎么做到的 尽管他也不清楚血族究竟有多少人 但他知道 血族的后裔早已遍布世界各地 隐匿在无数阴暗的角落里 当然 李牧尘说的话 他没有怀疑的理由 他不知道该高兴 还是该难过 毕竟 那些都是他曾经的族人 不 吸血鬼没有死绝 坐在椅子上的多米尼克警官突然开口 他们不会死绝的 他们活在布拉索夫人的心里 所有人都愣住了 可是仔细一想 多米尼克的话 又何尝不是真的呢 我放在哪里 然后我放在哪里 还放在哪里 我放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